C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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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自己賣不會看 年輕時會吃煙窩 鬼鬼祟祟 不是偷蕃薯 而是要偷煙鍋 很快 黑衣男人 已經把一隻煙鍋塞進負袋 趁店员转身称烟窩 他怀疑想重思顧忌 但临走前就不小心 整部电话掉下来 是真跌还是演戏 我觉得他应该真跌 我看到他的屏幕爆裂 他还要跌 他跌爆的屏幕 我认为他只有上室 这次就真是现眼报 事发在长沙环保安道街市的海味店 星期一下午5点多 这个黑衣男人怀疑扮买东西 偷了店内几盏烟窩 店方透露损失了几百元 不过相信这条闭路电视片放上网之后 男人已经不敢再来 港大护理系Ocamp被指幼 祖爸祖妈吸大麻 有女学生被非礼等引起风波 校长张翔 星期三出席新生开学典礼的时候 首度开刊回应 学生会非常严重 这个地方有精神 我们在进行研究 所以我能不能更多详细 一旦事实际上 但我们非常严重 如果有些东西是真正的 如果有些东西是真正的 我们会拥有精神的行动 我们不会承受这种行动 未开学就爆出Ocamp丑闻 有新生就说 自己参加的文学院Ocamp 就很正常 都是玩City Hunt 就是我们去Camp的时候 就会做一些Task 还有如果我们有玩水游戏 但是祖爸妈都会看我们 穿不穿衣服 我相信学校都会有些条例去规管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事情 亦都有内地学生说 暂时未影响到对学校的印象 如果是真的 我觉得是应该要加强一下对活动建範 可能自己经历过会的 但是现在只是看到一些新闻 就会有警惕 但是就不一定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有家长就觉得担心 希望校方窃查事件 亦都会提醒女女小心点 这间在西贡的米芝莲海鲜菜馆 连续第二天被人淋油 星期三这次 连金七招牌都中招 店铺外都留下不少红色油漆 负责人早上发现 店铺再次被淋油 之后报警 白露电视显示 早上六点左右 有一个人来到这里犯案 至于前一天那次 店铺的铁闸 外墙 外墙和门外的地尖 都被刨黑色油漆 都被刨黑色油漆 负责人陈先生说 没有和人结怨 是首次被人淋油 好 白露电视拍到 星期二凌晨五点多 有两个大帽和蒙面 年约二十多岁的青年来到 用水枪射出油漆 据知警方调查发现 下有三名餐厅员工 因为洗大了或赌钱而欠债 连累餐厅被人有追债 私家车铲上石坡 不单止撞到车头都烂了 车轮更加是整个都飞掉了 跌在路边 这一架灰色私家车 星期三凌晨四点多 沿泉湾海兴路行驶的时候 在大冲道回旋处 怀疑失控撞向石坡 警方到场后 发现司机怀疑汽车逃去 把私家车拖走处理 肖市汽车又点指这一单 同样是凌晨四点多 在元朗朗天路近禹豪山莊一带 一架私家车 突然间横掃路边十几个水马 打横塞在路中间 还阻止尾锤的车 救援人员到场后 才发现车里面没有人 据了解当时附近 正在做隔音瓶工程 超强台风蘇拉逼近香港 星期三下午六点 蘇拉集结在香港的 东南偏东约610公里 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蘇拉去到星期四的早上 仍然会和香港 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 而去到星期四的中午 都会维持一号戒备信号 去到当日的稍外时间 会改发三号強风信号 我们预计未来两三日 是会横过南海的东北部 而向广东的东北沿岸 逐漸靠珠江后一带 受着蘇拉所影响 我们预计广东沿岸一带 星期五到周末期间 是会有狂风骤雨 风势颇大 以及海面会有涌浪 路径图就看到 颱风蘇拉可能会在周末非常接近香港 天文台前台长沈志明 在星期三破例分析 说虽然各大电脑预报 仍然有很大分歧 但可以肯定 蘇拉是今年 对华南沿岸最有威胁的超强颱风 呼吁市民做好防风准备 另一位天文界的猛人都有分析 今次蘇拉受到太多人数影响 7月8月 主要是太平洋高压借 那些就很简单 差不多是直限的 他说蘇拉路径受到藤原效应 太平洋库熱带高压借 东北季后风 和西风曹等四个人数影响 暂时很难预计对香港破坏力会如何 至于有多大影响 就要视乎台风会不会减弱 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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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这个 在马路上人欲挡巴士的黑群阿姐 现在人在做天眼在看 举头三尺有没有神明就不知了 但肯定有CCTV 做错事很难逃出警方的发眼 事件发生在上星期日 黑群阿姐怀疑不满意已经坐到爆的巴士 没有停车上客 于是就挡在巴士前面 还一度和巴士车长对闹 即使路人出言说她 但黑群阿姐都没有理会 阻止巴士四分钟之久 不过她最终都上不到巴士 靓仔 我忍你很久了 出来 行了行了行了 靓了 警方表示经调查之后 在星期二的中午时分 在屯门赴泰村一个单位 拘捕一个35岁姓李的女子 涉嫌在公众地方或交通造成阻碍 一经定罪 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元 和判监三个月隔 被捕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后查 9月中向警方报导 案件交由边界警区刑事调查队 第四队跟进